哈喽 大家好 我是董董老师 我现在是在泰国的普吉岛 现在位置在普吉老镇这一边 相信大家来泰国旅游 肯定会来到普吉岛来旅游 那这边有八东海滩 阳光沙滩 当然还有个普吉老镇 那在这里可以体会到泰式风情 就是那种非常地道的泰国人民的生活 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非常空荡荡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半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了 很多店铺也是关门的 然后大家来普吉岛吃什么呢 除了吃泰式美食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汉堡包 然后一个泰国朋友推荐给我说 这边普吉盛里有一家汉堡店 非常好吃 是现做的那种汉堡 非常的有名 然后就大家去看一看 如果说你喜欢吃汉堡 这个泰国菜啊 这些菜吃腻了啊 那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好了就赶紧和董董一起去看一看 尝一尝吧 这就是普吉老镇的夜晚了 然后一直往前面走的话呢 就是步行街 非常的近 很方便 那个欧尔和德的家就在那一边 这个灯光亮起来步行街非常漂亮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打卡的是这一家 Five Lover's Borgant Coffee 非常漂亮 我其实下午走过来的时候就被这个装修风格所吸引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它这个厨房好像是这样的开放式的 还不错 它也可以喝咖啡 我们进去看一下 一走进来呢 就会闻到他们家这个汉堡的味道 还是蛮香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菜单 那它这家店就是中午12点钟开门 然后晚上10点钟就关门了 但是说9点半之后来就不可以再点了 如果说你要来这边吃的话 就是要9点半之前啊 应该不会这么晚啊 然后它家的汉堡呢 就是非常有特色 我看到好多人在这边吃 它有100株的 也有500株的啊 就是可能是它的那种类型不一样 有鸡肉 猪肉 还有牛肉的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选 那这种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的话 就是要差不多50 然后它这边还有这种套餐 它这种套餐的话就是选择ABCD啊什么的 这个汉堡做好啦 这个就是这个套餐 选的是这个中号的199泰铢是10块 然后还有这个可乐这样子一套 没有了薯条 这个这个 看起来挺好吃的啊 那我们现在就来尝一尝啊 好不好吃 这是芝士的 它现做在里面 所以闻起来是挺香的 如果说你胃口比较大 那你就会点一份大份的 大份的话是270多株这样子 这个是中份的这样子哦 哎呦我已经肚子有点小小饿了 赶紧来尝一下 这味道怎么样吧 哎呦我都感觉不用用这个叉子 哎我想先吃一下这个薯条 这薯条也是现炸的 嗯 不错 最开心 然后我问一下 它这个肉好分明 这里是一片芝士吧 对 牛肉 吃汉堡的话 我觉得它是牛肉会比较好吃 里面有洋葱 有生菜这样子 它这个设置的挺好的 就直接可以用手拿 然后不会很油 还是挺不错的 男生的话可以点个大份 还有个套餐就是有其他东西的 还不错 只要是这里看出去特别的美 这个灯光亮起来了 然后吃完了 回去睡觉 美美大 今天又渡过去了 好了 今天这些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就是在普吉老镇这边 有这么一家 这样的一个汉堡店 现做的 如果说你喜欢吃汉堡 泰国菜吃你了 就可以来试一试 这样子 还挺方便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